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各位无论在实体或者在线上在网络上 跟我们一同在这里敬拜 这位独一真神的弟兄姊妹 以及许多的福音好朋友 大家主日平安 我要谢谢跟我同姓的张牧师 也是我的学弟 我们都毕业于正道福音神学院 刚刚的介绍虽然让我有点心惊肉跳 我想实在是感恩 我记得四年零三个月之前 也就是刚好整整一千五百五十天之前 我站在这里跟亲爱的林良堂的弟兄姊妹们 挥手告别 葛牧师和同工们也在这里为我 为我们全家来祝福 来拆派我们去当刘德华 就是刘在德国的华人 那么一眨眼 一千五百多天的日子过去了 我算一算如果以人生三万多天来算 大概占了人生的五分 这个百分之五这样的一个数值 时光何等的快速 今天再次站在这里 我想我们的身份没有变 我们虽然暂时的 从刘德华变成了刘美华 回到了美国 但是我们未来的服事 仍然叫做刘欧华 上帝要我们不但看到一个德国 也看到欧洲的需要 所以还有一个月我们要再次出发 特别要感谢许多弟兄姊妹 在天父面前为我们不住地祷告 给我们许多的鼓励 我想很快我们就到了这个感恩节 还有十天 感恩节我们常常把它 好像认为不只是那一天 在许多地方进入了十一月 我们都把它称为是一个感恩的季节 甚至许多他们不认识真神上帝的 他们都认为十一月 好像是叫做丰收的季节 心存的感恩 但是我常常在想 感恩感恩 到底什么是恩典呢 这个词如果你去查 在所谓中华最古老的 最权威的那本康熙大字典里面 你找不到grace 恩典这个词 事实上我们也不太了解 什么是恩典 也许恩 我们知道恩情 某某语里有恩 这个词我们知道 但是恩典是什么 那么当我们说进入感恩的季节 到底我们为什么来感恩呢 我们向谁感恩呢 同样我想特别今天 无论实体或者线上 有许多的福音好朋友 可能确实不是太了解 我们为何感恩呢 有人说现在看这个周围 看环境 好像让人 这个高兴起来的事情不多 新冠已经 达到了两亿五千万的人受了感染 超过五百万的人 失去了生命 对我们来说 这四年当中 好像感觉变化非常大 物是人非 有人说现在汽油也贵了 物价也涨了 总统也换了 那么好像各式各样的 这些的事情 治安也招了 难怪四年前 我们全家 从美国到德国的时候 那边很多 德国的弟兄姊妹说 哇你们不容易啊 离开我们都非常向往的美国 来到了欧洲 来到了德国 在这里长期的生活 我们感觉非常的敬佩 但是不久以前 当我们全家再次 起行 返回美国的时候 许多人说张牧师 我们现在不是敬佩 我们现在是惊讶 意思就是 好像如果看 自安的环境 如果看物价的比较 好像美国已经 离很多人心目当中的 非常向往之地 有了很大的距离 似乎对很多 特别生活在德国的 觉得好像还比较安全一点 比较还安逸一点 我们为什么感恩 如果你不认识上帝 你不会从心底里面感恩 为什么 差别就在这里 就是我们除了上帝 我们没有上帝 你我的恩都是不可靠的 无论是友情 无论是亲情 无论是爱情 或者是恩情 人世间的所谓的恩 是不可靠的 所以今天我特别想要用 刚刚我们读经文里面 出现了这个词 叫做上帝给我们的是 可靠的恩典 不会改变的 不随时间 推移而退色的 这个才叫做 可靠的恩典 马丁路德把它翻作 叫Gviziknade 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确定的 让人无可推卫的 一个恩典 而刚刚的经文里面 告诉我们 这个恩典的焦点是什么 是能为以色列的圣者 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上帝把他拆到我们当中 让我们注目他 定静他 让我们接受他 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 我们才真正获得了 可靠的 不变的恩典 所以这段经文 刚刚我们念的 以赛亚书55章 虽然出现在旧约的圣经里面 但是这整章的经文 却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向人类再宣告 来吧 来吧 你们来救进 那真正生命的活水 听吧 你们来听 上帝的恩言 看吧 你们来看那位 以色列的圣者 神赐上 给我们 要来拯救我们的 这位真正的 弥赛亚 那你提醒我们 为什么你们以为靠赢钱 以为靠老路 你们可以得到 你们的食物呢 那个不能让你饱足 那个也不能让你心里面满足 唯有耶稣基督 是真正 可靠的 恩典 我想这段的经文 何等的宝贵 特别当今天你我 在这样一个 混乱的 黑暗的 充满了各式各样 眼泪痛苦的 世界 有什么能够真正 让你的心里面产生力量 有什么能够使你 敢于继续往前奔跑 是因为 那可靠的 不变的恩典 我想没有人 会不同意 人的一生 都是在寻找 我们 从懂事开始 事实上当我们不懂事的时候 我们也已经开始了我们的寻找 我们可能寻找一块糖果 我们可能寻找妈妈的怀抱 我们都在寻找 寻找充满了我们整个的一生 同时也耗尽了我们的一生 我们的人生里面好像无时无刻不在寻找 但是你发现 在寻找里面也充满了各样的危机 就是地上的寻找 刚刚讲过 不可靠 眨眼就变色了 眨眼就褪色了 所以宋朝有个诗人 叫做新契级 他的名句大家都知道 众里寻他千百度 贸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燃山处 何等浪漫 有人说现在贸然回首 两人却在离婚登记处 虽然当时好像终于寻他 当时是所谓甜甜蜜蜜 当时是认为天长地久 结果不是天长地久 是能撑多久 对家庭 对亲情也同样如此 很多长辈说过去真的是 希望多子多孙 多儿多女 养儿防老 结果认为 现在事实不是养儿防老 是养老你的防儿 我想其实这里就告诉我们 我们在这样的寻找的过程里面 寻找的人生里面 你到底找到了什么 我看到最近有一个 一个月以前 意气风发 上了太空 做了那个曾经的世界首富 亚马逊的这个总裁 叫做Bezos 那么这个人呢 是跟他弟弟 七月份 做上那个叫蓝色起源 人类一大壮举 跑到太空里面去 虽然当时有很多人 希望他去了 不要回来 因为那个亚马逊就赚了太多钱 那么过了四个月 这个人也上去了 这是一个法国人 一个富豪 一个聪明绝顶的人 一个飞行的工程师 一个创业很大的公司的CEO 上去了 也安全地回来了 这个是一个多月以前 10月13号 不过两天以前 他却真正地走了 虽然太空都去过了 结果坐了一架 私人的小飞机掉下来 我想在人生里面 你满怀壮子也好 你觉得功成名就也罢 你真的会发现 有什么是可靠的吗 地和其上都会过去 你到底找到了什么 20岁你在找爱情 30岁你希望成家立业 找家庭 等到40岁 你希望能够功成名就 找公民 等到50岁 你希望能够财富自由 找各种的经营 那么60岁呢 突然间很多人发现 说要赶紧叫淡定 太浮躁了 血压也高了 胃也出问题了 这样那样 所以让自己稍微淡定一点 那么70岁呢 你在找各种的保健品 希望能够留住健康 等到80岁 你再找什么 找寄信 我遇到一个老人家 真的告诉我 说真的 陆家你为我祷告 我这个银行开了不少户头 现在要密码 我都记不住 我写一个小本 结果最近小本不见了 怎么翻怎么找 怎么想就不见了 80岁 你要什么 就是还能够记得 90岁有人说 就早醒得过来就算了 能够找人还清醒 一生的寻找 充斥了你的一生 但是 默然回首 你一眨眼发现 你找到了什么 所以我想 这段圣经 非常非常的来 提醒我们 你们找什么呢 你们为什么以为赢钱 以为价值 可以买到你们想要的呢 最近有个连续剧 尤其年轻人很喜欢看 据说火遍全球 叫做游语游戏 Squid Game 那么这个连续剧 很多人是熬夜 一直一直看 觉得太精彩了 但是这个火遍全球的游戏 却把整个的人生的残酷 展示出来 所以才会引起 那么强烈的共鸣 那你提到 只有一个赢家 你可以最后拿到 456亿的 不是美金 韩币 因为这是 这个韩国人拍的 那也相当大笔的 很多人希望一生最好能够 中一次大奖 能够中一张彩票 所以400多人就为了这笔奖金 在那里用尽各种办法 好像是一场游戏一样 但是只能有一个赢家 你的出现 是建立在你把别人都消灭了 你把别人都打倒了 这个基础上 你才能够出现 你才有机会 但是今天 你去看一看网上的一些评论 我看到这个评论 我看到这个评论 写得非常的准确 最后胜出只有一人 但是没有一个人 是真正的赢家 因为这个连续剧到最后 连那个胜出的人 他就问自己说 为什么呢 我这一生值得吗 我这样流汗流血 拼尽了一切 打倒了所有的人 我真的赢了吗 我想这是一个很值得 发问的问题 另外一个评论家提到说 人们认为的所谓真理 但是加上了人性 和金钱的考验以后 你发现都会变值 曾经的所谓人意理智性 曾经的所谓放置四海皆准的 我们觉得公认的 人间的伦理道德 我们在小学中学大学课堂里面 学习的一切 修身养性一切 到最后发现 只要加上了人性 加上了金钱 全部都变色 所以另外一个影评家这样说 其实这部联系剧 大概可以归纳为几个问题 第一个 人活着有意义吗 第二 五十部可以笑百步吗 第三 这些心灵的鸡汤还管用吗 你放眼看现在很多的书本 很多的传媒 好像给你很多励志的人生 给你很多励志的故事 给你很多成功的人 他们的光鲜亮丽 所谓的这些心灵鸡汤管用吗 那么第四个问题 人间的真理 打引号的真理 经得起考验吗 我想就是这样的一部 连续剧 火遍全球 因为它让每一个人 好像一面镜子一样 在里面看见自己的人生 看见你的梦想 看见你所有的追求 看见你所有的寻找 结果告诉你 你不是赢家 你也不可能成为赢家 所以我想刚刚的经文 非常重要的在向我们发问 我们在找什么呢 那你提到我们要渴了 我们要饿了 我们在寻找水 我们在寻找食物 其实这个不过是 身体最基本的需要 当我们得到了 可以维持我们人生的 这些最基本的所谓吃喝 接下来我们发现 就远不深的回事了 我们需要情感 我们需要快乐 我们需要安全 我们需要有真正的恩情 在进一步你会发现 其实这些仍然不能满足我们 因为我们最深处的 我们希望 就是这段经文里面出现的 叫做活着 那个当然不是所谓的 苟且偷生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活出我们的价值 我们明白我们人生的意义 当然我们更希望我们能够进入永恒 难道不是吗 我们在无休止的寻找当中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心灵 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需要 但是在这些的寻找里面 我们发现我们越来越失望 曾经问世间情为何物 这叫人生死相许 哇 你读到这些句子 你觉得真的是 这个毛发都竖起来了 太浪漫了 现在有人说 只要改一个字就可以 把情改成钱就对 问世间 钱为何物 让人生死相许的不再是情 感情值多少钱呢 所以你发现这段圣经 上帝太了解人类了 他不断地提醒我们 你们总以为一个字叫做买 你们用银钱去买 你们用自己的劳碌得来的去买 你们以为这些大概都可以买来 我们找错了方向 我们也找错了对象 我们在错误的方向 在错误的对象上面去寻找 我们人生想要得到的 结果是越早越失望 越早眼泪越多 越早叹息越深 越早越无可奈何 我们不但身体有需要 从最基本的食物 到后来 我们希望有这里提到的酒 好像是美味的 这里提到的奶 有营养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物质越来越丰富 我们同时也希望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 我们希望能够喜乐平安幸福 我们更希望 我们更希望让我们的灵魂有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 有人说我们跑得太快了 跑到一个程度 我们的灵魂都跟不上我们了 我们浮躁到一个程度 拼命往前跑 结果我们的灵魂已经没有安放之处 我们光顾找到地上的各种的豪宅房屋 我们的灵魂在里面焦急不安 无处可容 因为我们在用错误的方式来寻找 就是刚刚这个经文在这里所提醒我们的 你们干渴得应当来救进水 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 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 上帝太了解我们了 这难道不是我们人类的真相吗 我们以为花钱可以买所有的 结果上帝说 那个买来你不能饱足 那个你得到了 其实也不足为成为你真正的食物 因为人活着从来不是单单靠地上的食物 今天有多少的人 他们风衣足食 但是他们伤痕累累 今天有多少所谓各行各业的明星 明人 达人 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看一看他们 打开他们私底下的人生 多少的黑暗 多少的破碎 多少的张力 我们在错误的地方去寻找 我们也在错误的对象当中 我们也在错误的对象当中去寻找 我们把安全寄托在人的身上 我们从孩童时代的友情开始 然后从真正所谓配偶的爱情 从家人的亲情 从社会上 从所谓的亲朋好友的恩情 我们总希望在这些当中 来建立我们人生的安全感 来寻找这些所谓的食物 让我们可以开心起来 让我们可以幸福起来 让我们可以有平安 但是事与愿违 上帝告诉我们 银子所买的不足以成为食物 劳碌的结果 有的人说就靠我自己 我不像那些富二代 什么那些的 他们靠着很多的遗产 靠着他们的父爸爸 或者是嫁入豪门 他们一步登天 我们是双手 勤劳的双手 我们就是勤勤奋奋 我们就飘洋过海 我们来到海外 靠自己的双手 我们吃自己劳碌所得的果实 我遇到相当的人 觉得还非常的自豪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同样的 你以为你劳碌所得来的 你买的能够使你饱足吗 很多人说真的是 所谓贫贱的时候 刚到北美 刚到海外 真是所谓一穷二白的时候 夫妻两个都需要去打工的时候 好像是夫妻最同心的时候 但是等到 好的学区 好的房子 买了车子 五指登科 等到这些都有了 突然间发现 感情没有了 突然间发现 好像我同学讲的 这个叫做喜出望外了 我说什么意思 他们说就喜欢出轨 盼望外遇 简称喜出望外 好像都是这样 都是所谓功成名就的 结果都喜出望外 人生在寻找里面 你找错了对象 昨天我在新闻里面看到蛮有意思 这个曾经的首富 刚刚讲 那个Bezos 这个Amazon总裁 最近不太 蛮郁闷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其实他才离婚不久 那么现在发现 其实他离婚以前就已经出轨 那么最近就公开了 唐二皇子带着他的那个很漂亮的新欢 结果呢 没想到这个首富遇上了首帅 就是那个叫做小李子 这个电影明星 哇 这个据说是全世界最帅的男人 那么突然间 这个他的新欢的眼光就转了 转得这个很有问题 不但转向那个小李子 而且带着很暧昧的笑容 那么这个Bezos就 马上就发一个 这个图蛮有意思 他这个图上面 是在悬崖边 他说小李子你过来 我给你看样东西 看什么呢 就在牌子上 说呢 这个脚下是万丈深渊 不要再往前了 小心粉身碎骨 暗示他 你这个 其实也不是小李子的问题 人家蛮淡定 结果呢 这个首富不淡定 那我看到另外一个新闻 这个 中国有一家大公司 叫做京东 这个京东呢 这个是非常大 仅次于差不多 这种阿里巴巴拉 比那个稍微小一点点 规模也很大 那么这个副总裁 这个人呢 叫蔡蕾 这个是跟我们张牧师 这个名是一样的 蔡蕾 那三十多岁 真是一个青年才俊啊 毕业于九八五名校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商场圈 做过地产 做过人寿保险 做一行 火一行 非常成功 那一直做到 京东的副总裁 结果呢 三十八岁 被查出来 得了 不治之症 那我最近看到 他这个 写的那个 这个感言 感想 他觉得人生啊 真的是 他说十八岁的时候 你什么都敢想 什么都敢做 但是好像现在到了 这样的一个情形 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刻 他说医生告诉我说 我问医生说 我人生还有多长 医生大概就比了这样 然后医生说 你现在这些都没了 你现在就剩这些了 他说突然间我就感觉 我以前上一次住院 还是在三十年以前 我大概七八岁的时候 我记得住过一次医院 过去三十年 我都觉得我跟病人 是两个世界 我觉得我有用不完的经历 这个人真的可以不吃不 这个可以不睡啊 精力充沛啊 哇 这个忙着投资啊 忙着赚钱啊 忙着规划 多少人对他说 哇你太厉害 你真是像超人啊 我现在感悟到 一个所谓的人生赢家 等到了患上不治之症 才突然间他说 我现在感觉五雷轰顶 我还能干什么呢 我啥都不能干 我现在二十小时 需要别人来帮我 他得了那个叫做 见动症 就是看着手 没有力气的 看着左手 右手 看着腿 一个一个到最后 躺在床上 啥都不能动 其实我们人 多么的渺小 我们常常自己不知道 我们以为 靠我们的老路 靠我们的才干 靠我们的金钱 靠我们的人间的智慧 我们啥都行 这段经文最宝贵的 亲爱的好朋友 弟兄姊妹 是上帝在那里 你从一开始就听见 中文在这里 没有把这个字翻译出来 如果你看英文的版本 上来那个字就是 看 来吧 来吧 中文把这个来放到比较后面 你们都来 其实原文这个词 一上来就是 来 来 你们一切干渴的 就都当就近 谁来 没有赢钱的 也可以来 你们都来 不用赢钱 不用价值 来买那酒和奶 来 第二个字呢 是听啊 听啊 你们不但要来 而且你们要留意 听我的话 就能吃那美物 得享肥肝 心中喜乐 上帝一连串 把你的身心灵的需要 都给你 你不但要来 而且你要听 你要留意听 然后接下来说 吃耳耳听 就必得活 你不是希望你的人生 真正明白你的意义和价值吗 你不是希望真正所谓 进入永恒里面吗 这个才叫做 living 这个才叫做 life 这个就叫做 活 你发现圣经里面 多次用活 活 活水 活石 上帝活泼地 给我们的盼望 都是跟这个字有关 因为人间离了上帝 我们只有一个字 叫做死亡 活只有在上帝里面 你们筝耳听 就必得活 所以这里一个何等肯切的呼唤 来吧 来吧 你们为什么以为 花钱去 可以买到那些食物 你们为什么以为靠你们的劳苦 你们的汗水 可以去换回那些 你们以为可以让你们饱足的呢 不能啊 但是上帝不单单是一个呼唤 你从第四节就看见 上帝已经预备了那个救恩 我已经立他做万民的见证 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 The ruler and the commander Ruler就是整个所有宇宙的次序 他是那位真正的掌管者 这个叫做君王 那么commander呢 就是他在为你征战 这样一个残缺的 恐怖的 不安全的 黑暗的世界 唯有这一位 天天看顾你 保护你 在为你征战 他是那位司令 是指导在战场上 他是那位君王 是指导在国度里 他成了万民的见证 第五节是让我们心 特别觉得温暖的 你素不认识的国民 你也必招来 素不认识你的国民 也必向你奔跑 今天我们了解我们的身份 我们过去对上帝 是不认识的 我们在他的约里面 是局外人 我们本来是跟他 无分无关的 但是他却认识我们 他却向我们 发出了这样的呼唤 他把我们招到他的跟前 他让我们向他去奔跑 这个是一个对的方向 这是一个正确的对象 你要寻找可靠的恩典吗 只有这个方向 只有这个对象 就是那位成为万民见证的 那位真正的万王之王 那位做万民司令的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只有他 才是我们真正可靠的恩典 所以这段的经文太宝贵了 他在那里提到 我们幸福的人生 只有从找到 这个可靠的恩典开始 如果你的人生还在 为自己奔忙 你还没有走对方向 你还没有找到正确的对象 请你这一刻 让自己停下脚步 让自己注目基督 你开始往这个方向去跑 你听见了吗 那个来 你听见上帝对你说的吗 你刺耳听 那里告诉我们 什么是真正的恩典 是no money and cost 中文把它翻作 不用赢钱 不用价值 这跟你过去的想法不一样 这个叫做白白的恩典 免费的恩典 这是真正的wine and milk 这是真正的美酒 这是真正的营养 人饥饿飞饮无饼 人干渴飞饮饮无水 乃是因为不听 耶和华上帝的话 当你知道你人生 真正的酒和奶在哪里 你为什么不要呢 然后这里接下来 何等感人 上帝跟大卫所立的 也是跟我们每一位所立的 叫做 Everlasting Covenant 永恒的约 你发现地上所有的条约 招令戏改 一招 一招 所谓 君王 一招君 一招臣 一个总统上台 一套政策 换一个 推翻前面 重新再来 但是唯有上帝 他跟我们 所立的那个叫做 勇约 Everlasting Covenant 然后那里说 Faithful Love 真正忠诚 信实的爱 人会改变 神不会改变 他爱我们 就爱我们到底 那个是到底的爱 那个是永不止息的爱 你何必在人间 去寻找那个 抓住那个 会改变的爱呢 永恒的约 不变的爱 只有在那位 真正的王 真正的恩典 耶稣基督那里 他是已经被 见证的救助 Witness to people 我们知道 People本来就已经是 复数了 这里还要加上一个S 代表什么 就是to all the nations 为全人类预备 这位救主 已经被见证 今天律师已经见证 圣经已经见证 圣徒已经见证 他何等奇妙 为我们来到人间 为我们牺牲他自己 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 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反忍仲仲仲卫 那个蓮吻吻 你必得一致 你必得拯救 他是一位真正的 那位掌管者 那位君王 他是那位真正的commander 那位司令 他在为我们征战 所以这段圣经 重要的 你发现整个这13节的经文 提醒我们 第一就是 我们要能够愿意接受上帝的邀请 来吧 上帝呼唤了 你愿意去吗 上帝没有造机器人 不是按一个按钮 所有人都一个动作 不是 他把那个自由的意志 放在我们里面 如果你用你的心去打开 你用你真正的 灵的耳朵去倾听 你愿意 接受这个邀请吗 来 就进活水 来吃 上帝已经预备了那丰盛的灵验 你愿意打开心田吗 侧耳听 留意听 你愿意把握机会吗 那你说当趁着他 可寻找的时候去寻找他 当趁着他相近的时候去求告他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每一位无论在尸体 无论在线上 就是现在 right now right now 上帝把机会放在我们的面前 然后这里说 你愿意 离弃自己的道路 你愿意除掉自己的意念吗 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 我们有自己规划的人生路 我们有自己心里充满了各种的意念 我们以为这些就构建我们的 所谓的幸福人生 有人说我们华人对幸福人生 其实蛮简单的 第一个 家里没有病人 第二个 牢里没有亲人 第三个 圈里没有小人 这个不要什么 酒桌上面随便讲些话 马上被举报了 马上有人拍一个视频 那么外面没有敌人 那这就是幸福人生 我们也没有太高要求 我说错了 最重要你忘了一条 你自己是个罪人 如果你这个没有看见的话 你都觉得 我家里现在平安 没有病人很好 那也没有人在监狱里面 那么我的周围交接的 都是这人君子非常好 我这个与人为善 也没有什么敌人 你很幸福 你很有安全 这个叫安全吗 唯独忘记了我们本身 就是的problem 如果我们不放弃自己的道路 我们如果不除掉里面 罪恶的意念 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是罪人 我们没有办法得到 这个可靠的恩典 我们干嘛要耶稣呢 很多人都这样认为 我好好的 我不投不抢 不杀人 不放火 我干嘛需要你们 讲的这个拯救者呢 我好得不得了 有问题都是别人的 这世界一片黑暗 我最光明 如果你存这样的心 真的为你惋惜 因为你可靠的恩典 插肩而过 所以这里 这段经文到了末了 一定要提醒我们 使用信心 你要接受 你要了解 他的意念 非同你的意念 他的道路 非同你的道路 上帝何等奇妙 上帝 amazing 你的动作 信息存留 都在乎他 你还拿你的道路 去跟他的道路比 你还拿你可怜的 那些的意念 去跟他的意念来比 所以接下来说 天理地有多么高 他的道路 他的意念 离我们就有多么大的差别 这个叫做天差地别 他是神 我们是人 最可怜就是 我们明明是人 我们还想当神 我们不要他 我们拒绝他 这是何等可怜 你要凭信心去接受和认定 而且上帝不是不讲道理 上帝他给我们看见 可信的凭据 那你说 雨水从天而降 绝不返回 这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的 所以那你说 杀种的人可以有种 可以种粮食 人都知道所谓靠天吃饭 你真的要人定圣天 真的是躺壁挡车 你真的是异想天开 最近稍微整个全球气候暖化 人类就乱成一团 马上就坐下来要开会 还吵了一团糟 稍微温度升高一点都不得了 人都根本没法存活 所以这个是可见的 上帝让雨水从天而降 每个人都知道 但是接下来 神说照样我的话 出我的口也绝不突然返回 这个是你眼睛不一定看得到 但是你要从可见的 可以变成你的心 可以去看见 你要用对工具 如果你用了错误的工具 你说我非要看见 我非要通过我理性的头脑 你大概一辈子 没有办法真正去明白 什么叫做他的道路 非同你的道路 他的意念 非同你的意念 所以这段经文最奇妙 最美丽 最丰富的 是到了最后 抱歉应该我这里要写 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 你那里上帝给你这样的应许 凡他所发的 必然亨通 许多人都希望 最好人生一帆丰盛 没有上帝你有极大的危险 你在他的道路和意念当中 你的人生路才会真正的亨通 因为你得了上帝的喜悦 那你说你必欢欢喜喜而出发 平平安安的蒙引导 多么温暖人心 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The promise 人就希望要平平安安 人就希望要欢欢喜喜 人特别是在出发的时候 在往前走的时候 谁来引导你呢 谁让你真正有安全感呢 除了这位可靠的恩典 上帝之外 但是更美丽的那里 最后用两对的比喻 来让我们看见这个美丽的生命 一个得着了这样可靠恩典的生命 好像高大的松树 那你用松树跟荆棘来做一个对比 松树何等的强壮 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那你用 番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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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查了一下 就是这个巴勒 这个巴勒 这个台湾去盛产 这个这种水果 那么 番石流 特点是什么 多汁的 而且特别成熟的时候 它里面脂粒非常多 代替了什么 代替了吉里 吉里是沙漠里面的枯干的 几乎是你没有任何价值 一个真正得到可靠恩典的生命 它能够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叶子也不枯干 它能够像那个多汁甜美的巴勒一样 番石流一样 不但那个生命让别人得祝福 而且那个生命是可以传承的生命 是一个结实累累的生命 你想要这样的生命吗 最后我想到 今年是神的仆人 宋尚杰博士 一百二十年 诞成一百二十年 前不久全球的许多华人 共同在线上 有一个纪念大会 许多神的仆人 包括苏文峰牧师等等都参与这次大会 宋博士他的外孙 王天生牧师 如今也在北美 成为一个传道人 共同大家在线上 缅怀这位神的仆人 他们要我也有些分享 因为我们家其实跟这位宋博士也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我的外公 在人生至暗时刻 就听了宋博士一片步道 整个翻转生命 他的名字后来 宋博士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姚一全 从过去一个在上海 唯利是图的地产商 他生意是做得很大 除了上海的霞飞路 那个时候在上海各处都有他的房产 但是我妈妈说 小时候那个家呢 真的惊心动魄 因为这个父亲要不就不在家 因为他除了做生意就是去赌博 赌了天昏地暗 一回家呢 拍桌子翻盘子 就变成这样一个人 到最后呢 十读九书 赌到家产都败光 最后觉得打算去跳黄浦江 就在这种的至暗时刻 感谢上帝 刚好经过上海南京路那里 有一间教堂叫做墨尔堂 宋博士在那里有一个布道会 他本来听到那个歌声也不错 就进去了 正好宋博士在那里呼召 你们谁人生走不下去 来吧 到台前来 承认是罪人 接受上帝的救恩 外公不晓得为什么 突然间里面觉得 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走不下去 他就跑到台前 一跪下来 突然间 嚎啕大哭 这是在他身上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突然间看见 原来自己是这样一个罪人 突然间感觉上帝 爱是这样的温暖 归家吧 归家吧 不要再流浪 不但 外公的生命被翻转 最感恩的是 整个家 蒙了何等大的福 我妈妈说 虽然后来 家产一样样变卖 她把房子都卖了 去 自己也做了 中国布道会的长老 然后很多的房产 在上海那个时候 黄金地段 他听见那个伯特利圣经学院 有需要 就捐出去 听见那个伯特利 他们要办一个基督徒的中学 捐出去 好像一个人 以他过去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他儿女身上 何等有福 我妈妈大学毕业就奉献传道 我的舅舅 一个应许音乐学院的教授 也奉献自己做教会的长老 我的阿姨到现在 也在教会里面服侍 因为他们都共同地看见 上帝那可靠的恩典 远超过地上的房子 车子 地上的物质 今天 对我来说 对我和我的家 我们何等谋恩 我们本来都是瞎眼的 本来都是跑自己路 但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 让我们能够知道 他的道路 非同我们的道路 他的意念 高过我们的意念 但愿今天 每一位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 每一位我们献上的 无人在尸体的福音朋友 让我们把握住上帝 给我们的机会 来吧 到他面前 听吧 上帝那救恩的恩言 好使我们真正得火 我们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我们谢谢你 2021年只剩下 一个半月 恩主啊 我们人生何等快速 没有你 我们到哪里去找指望 没有你 我们到哪里得真正的平安 没有你 谁能够安慰我们受伤的心灵 主啊 谢谢你 你是天上降下来的粮 你是天上降下来的活水 你说来 跟从你 凡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上头的光 必要得着生命的粮 必要得着生命的水 主啊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求主 接纳我们 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特别邀请 无论你在实体 你在线上 如果这一刻 你里面有这个感动 你真的觉得自己需要 需要这位万王之王 这位为你征战的 这位带给你可靠恩典的救主 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在实体的你可以轻轻地举一下手 我为你祷告 在线上的 如果你在Zoom上 我知道今天有个Zoom平台 有许多从欧洲的 甚至从亚洲的 他们在线上 你可以在 Chatroom 那个聊天室里面 你就打一个E 你就写一个E就可以 代表你的心愿 代表你愿意来到 真正可靠的恩典面前 成为万民的救主面前 接受祂 成为你的救主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我们实体当中的 今天坐在这里的 你愿意吗 如果你愿意 请你举一下手 因为上帝看见你 感谢主 谢谢请放下 感谢主 谢谢请放下 谢谢请放下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亲爱的圣灵 我们愿意来 因为若不是你做工 人没法称你为阿爸父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向我们养脸 主啊 你愿意万人的救 不愿意一人成人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亲爱的好朋友 就是现在 当趁他可寻找的时候 你寻找他吧 当趁他在接纳的时候 你靠近他吧 为什么不在他的怀抱里 找你的安全 找你真正的食物呢 如果还有 请你举下手 我们同行 我们同行来为你祷告 愿上帝恩待你 愿上帝祝福你 线上的同样 如果你方便 无论你在YouTube上面 或者在Zoom上面 你都可以 打一个E 代表你的回应 上帝看见你 他认识你 他用钉横的手 抱住你 带你走前面的道路 恩主我们把荣耀送上 归给你 因为今天是你拯救的日子 主啊 在此愿你的恩典 充满我们 因为只有你向我们 立的是永恒的约 只有你向我们 显明的是不变的爱 The Faithful Love And Everlasting Covenant 主啊 我们抓住你的爱 抓住你的应许 我们的生命 必将不一样 真正得着幸福的人生 愿主耶稣 得着一切的荣耀和称受 我们如此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我们最后用 奇异的恩典 来做一个回应 上个礼拜 葛牧师特别提到 奇异恩典这位作者 当他真的发现 自己何等的罪孽深重 进入上帝的怀抱 才真正得到他人生的 新生John Newton Amazing Grace 我们同心来 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今天的信息 请不吝点赞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是盾牌 起我彩影 使我生命摆扎 我们站起来好吗 我们进来唱来 如果还有人 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 你来到主的面前 你来到主的面前 祂的恩典要扶持你 祂的恩典要带你进入永恒的约 感谢主大家请坐 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主席 祂的恩典要扶持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